还是这样子算了 哇 再来一下 哇 站在中间直接可以爆开 有大家好 我是雅西 那最近有几天没更新了 因为我在剪一个很长的视频 比较花时间 就是那个视频太长了 有两三个小时吧 就十几个小时 我把它剪成两三个小时了 但剪到后面非常卡 我内存不够了 所以我现在在等我的内存条过来 不然那个视频就倒不出来 那行吧 那我今天本来是想 自己捏一个角色玩玩的 就捏了一个老手 但是这个太难了 我根本玩不过去 我们来玩一个有趣一点的吧 我们之前玩的超级主播 然后这个狙击手看着不错 我没有试过 贯穿的伤害是4倍 它贯穿伤害非常高 上限为400% 然后攻速越高 贯穿伤害越高 但是有上限 也就是说最多200攻速就到顶了 使用牵械的武器加800范围 我说真的是狙击手 减少25%的敌人移动速度 战地不动的时候加8贯穿 但是移动的时候没有办法攻击 这不跟士兵一样吗 伤害修改减100% 不能增加伤害 好家伙 那这角色怎么玩 好 我又回来了 为什么要说又回来了呢 因为我刚才已经玩了几把了 好家伙 有点难 我这边已经参透了它的奥义了 有几种玩法 一种是玩这玩意 因为它会贯穿 然后你堆生命值 后期转土豆发射器 你就有伤害了 但是会很难 还有就是拿这种牵械的 那我们就拿这个烹纸起手吧 先看看吧 我也没有玩到很后期 就稍微玩了一下 那前期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角落里面 或者有一个操作 就是这个角色还是挺吃操作的 你把怪多拉过来 这样子一波给它喷死 属性呢 全部加攻击速度 其实冲锋枪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再整点攻速 双管裂牵 减少敌人的移动速度 失去范围也是要的 这个角色有点 剪材料就有点难受了 如果你站着不动 虽然可以一直清怪 但是动起来就不能那个了 所以到后面剪材料有点难受 就尽量做到动起来的时候 这样子一下子把怪全都清完 然后停下来再清一下 再剪材料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持续范围要高一点 还是挺好玩的 移动速度也高一点 到后面呢 我们是要把怪全都拉过来的 喷子再锁一下吧 或者其实左轮也是不错的选择 六发打完之后呢 然后跑一圈 打完之后再跑一圈 这样子 现在已经出具模型了 这样子就很爽有没有 这个喷子喷出去啊 哇 这个伤害 虽然很低 但是看起来就很爽 好那这边马上第九波了 看一下我们都买了什么东西吧 我这边把钱花完先 燃烧要不要 伤害这么低 拿一个吧 然后呢 我这边也没有买什么东西 就暴击啊 移动速度啊 都搞了一点 然后其他就是攻击速度 生命窃取也搞了点 失去范围拿了一些 剪材料对我们来说还是个问题了 所以失去范围呢 也是要的 因为我们要一直站着打 就是这么点东西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波吧 哇这个英雄玩起来之后啊 就刚开始炸一看不怎么样 但是 哇你看 就是你要操作起来就很爽了 你把怪引成一堆之后啊 把他打掉 然后去吸材料 哇 这个散弹箭喷过去啊 好家伙 这还是狙吸一手嘛 这简直就是割草机器啊 这割起来真的超爽啊 如果有那种更多的敌人啊 一定要拿 敌人越多这个角色玩的越爽 更多的敌人 暴击闪避都要的 我们提升伤害的能力其实不多了 暴击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 攻击速度闪避整一点吧 护电其实我现在暂时不考虑 我觉得我们这个角色打不了太后期了 拿了先吧 等一下说不定搞点钱啊 转楚头发射器很厉害呢 哇我现在就很热衷于把怪引成一波 这个太爽了吧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哇 就割麦子一样一片倒下去 还有这个角色啊 移动速度一定要快哦 就打boss的时候呢 等一下是有boss了 打boss 如果boss移动速度很快的话 你必须尽早的脱离 他的范围才可以 眼球增电吧 等一下不行走生命之流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oss吧 我们赶紧站着多输出一点 这个弹不能让他出来 千万不能让他出来 出来咱们就凉了 赶紧把他弹给打了 没事被摸一下 我们还是有点吸血能力的 不怕 我们站着很远就能打他 伤害有点低 臭小子不要走 不行不行 好像boss还是有点难打 哎呦呦呦呦呦 要死了 好家伙啊 输出不够啊 我们可能换一点 伤害比较高的牵械类武器 会好一点哦 伤害输出太低了 看来喷嚼并不是很好地选择 喷嚼轻怪的意思还不错了 boss只打了半条血 再整一点速度什么吧 攻速暴击范围啊 这个都还不错 存钱惯要吗 我觉得我存不了钱 不存 狙击枪 狙击枪是牵械的 好家伙这一波来的都是什么玩意啊 这个是可以成长的 这个太nice了 我觉得我们先要这个吧 先要战利品打点钱 等一下再拿狙击枪 14波的时候再拿 先锁了先 战利品买一个 然后喷子先都给它升到三级 那我现在又研究出来了一种新的那个 其实跟士兵差不多了 就你走一步打一下走一步打一下 这样子一边吸材料一边那个 因为你移动速度高起来之后啊 轻轻走一下就走很远 这样子就可以一直吸材料了 但是你要很爽的话还是得这样的 哇 每次看到这子弹一起发射出去就感觉很厉害啊 来狙击枪给它拿了 我这边久违的拿出了我的手柄 已经很久没有手柄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稍微需要一点操作的 还是手柄好一点 这个东西给它说了吧 攻速暴击范围我都要的 好 来打boss了 就这个要 要走位的啊 用手柄就会舒服一点 哎 好家伙 哎 闪避了 最终生存手段还是得靠闪避了 其实我们现在被它摸一下差不多就没了吧 应该不会 应该可以被摸两下 但是我们伤害似乎不是很够哎 哎 臭小子 这个子弹怎么乱飞啊 不行不行 就剩十秒钟了 我觉得打不死它了 我们自己不要死的就行了 我觉得应该死不掉啊 打不死打不死 伤害还是不够 哎 怎么回事啊 等一下全换成狙击牵就好了 还是喷嚼伤害太低了 再整点攻速吧 可能攻速太低啊 移动速度也可以啊 婴儿我就不要了吧 它就一点伤害 看起来屏幕里面有杂乱了 减少敌人移动速度就可以了 这个太爽了 哇 这真是一下割一片哎 好家伙啊 这个太舒服了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可太喜欢这样子割了 哎呦我差点没了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搞点暴击回血的吧 暴击回血比较好用一点 好的 一直给我投金哎 那我就拿一个吧 真的是 哎呦 哎呦 好家伙 我手柄太久没有 没电了 我刚才又把它放回我的键盘了 差点没了 我们现在站在角落里面啊 就是一个塔防游戏 怪一生出来就没 一生出来就没 好家伙 这个角度好像是我在发射子弹一样 我脸朝着这边 感觉像个弯豆射手一样 又来一把 绝可以啊 更多的敌人 哎呀 来不起了 行吧 打boss了 我觉得这次肯定是可以打死的 臭小子啊 来啊 直接去打他 哎呦 好脚迫 我差点没 对不起大哥 我刚才说话太大声了 你不要介意 哎呀 哎呀 还好我们移动速度够快啊 臭小子 等一下必须再整一点吸血的 但不太行 可以打死可以打死 看来还是得狙击枪啊 没有狙击枪不太行啊 喷子少掉之后就是视觉上就 哎呦 没有那么好看了 但是遍地开花哎 打死一只怪之后呢 旁边射出来非常多的子弹 看一下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啊 12点生命窃取 呃 不要了 不要了 闪避加一点吧 后期生存完全靠闪避啊 再给把GV个土豆发射器啊 哦 也不是不行哦 哎呦 点错了 这个回收了 生命值有点低 可以了 4级的土豆发射器呢 还想什么呢 19波来个魔法绿叶 光速 哎呀 最后一波了 19波了 我们现在移动速度非常快啊 把这些怪都引到一起行 嘿嘿嘿嘿 蹦 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来再来一下 哇 还是这样子算了 哇 再来一下 哇 哦 站在中间直接可以爆开耶 就是这个GC箱的子弹往外面射啊 一个屏幕的怪都没了 再来一下 这个东西好想拿 哎 可惜对我们没有用啊 闪避再搞一点吧 闪避太低了 闪避是我最终的生存手段啊 再刷新一下吧 GC枪买不起了 其实GC枪伤害并不是很高了 但是轻怪能力很强 如果怪多的话就很舒服 哎呀 打这只先了 把这只弄死先 哇 我们伤害好低啊 是我们攻速加太少了 我以为我攻速很快了 但实际上我们攻速很低啊 小心点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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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闪避一下 闪避果然是最终生存的手段 又闪避了一下 可以啊 完全靠闪避后期 哎呦 这下没闪掉 一下这么多下 好家伙 外面也太脆了吧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还是有点输出的 他已经进入疲劳期了 不会再放那种大范围的东西了 我们是可以把它输出死的 这些小子弹小心一点 臭小子去死吧 没了没了没了 总算是没了 就狙击枪啊 你要怪多起来就很舒服 这些子弹分裂出去一大堆 闪避加攻速可以 哎铁针 那我们依旧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角色能够走多远吧 好家伙 这个角色就是一下子啊 清掉一波怪你就感觉很爽了 就像这样子 哇 仙女开花 仙女开花是什么 仙女上花 就是一波怪引过来 一下子把它 全都处理掉 哇 幸运硬币啊 已经逐渐变得幸运起来了 我们 哎圣物 超幸运 幸运加倍 来看一下22波吧 蹦蹦蹦蹦蹦 我们伤害还是有一点 哎呀这交叉射击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来不及反应啊 臭小子吗 没事 等怪多起来呢 我们伤害是很高的 来呀 一直开花 一直开花 闪避了一下 后期生存完全靠闪避啊 穿透 他们两个在一起 死得很快的 死掉一个了 哎两个都没了 反正在一起的时候的话 你这个狙击箱打出来的子弹分裂起来 超多的 一下子可以造成很多伤害 哎 另一个位 好家伙 果然幸运啊 超幸运 给点攻速吧 我现在急需提升攻速啊 攻速必须快一点 暴击也可以啊 圣物拿来先 外骨骼要不要 哎呀 伏笔了 可恶 哇有了圣物 我就可以这样子了吗 躲在这里啊 躲在这个英俊的男人的下面 就这样子啊 感觉我的摄像头在发射子弹 安心躲在这里吧 我这个头像这个圆圈呢 是敌人没有办法靠近的 你躲在这里安心输出 我来保护你 差点没了 我还只是跟捧着 这个这么大桶的奶茶 在这边喝 快乐的宅难生活 超大桶 胡子我还是不要了 这个长胡子的硬啊 我之前竟然还买 这个加8%的东西 我有买过吗 我买了两个这个鱼儿 我就习惯性去买 非常可恶 哎 又一把毒毒发射器 都锁了先吧 走出发 我记得精英怪啊 你只要躲在角落里面 他就看不到你了 就他不会朝你攻击了 他是有一个识别范围的 我们只要打这些小怪 来喷他就行了 而且我们攻击距离超远 他已经没了 就是那种10波的怪 还是20波 他是会看到你的 这种平常的精英怪 是看不到你的 你只要离他远一点 所以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可以弹射死他们 哇超爽魔 这个狙击手 躲在角落里面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范围 有多远 看不太出来 可能有到这边左右了 我怎么看有些东西 打过去5000多伤害啊 这什么东西啊 11000伤害 看到没有 是什么东西打过去伤害那么高啊 难道是这个角色贯穿之后的伤害提升吗 真的是贯穿之后的伤害提升 贯穿一次提升400 贯穿两次再提升400% 哇5万6的伤害 好家伙 这道后面伤害巨高嘛 如果一直能够贯穿的话 好家伙 我打到20几波才悟到这个角色的精髓啊 原来是要贯穿啊 怪不得 我贴着boss打伤害就很低 只要离他远一点 他一会就没了 我们这次离他远一点 好家伙 贴他脸上去了 我们站这个角落 哇 就穿过去 他一会就没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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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一直没了 就是被我们穿似的 再穿 朝这个角度穿过去 他一下就没了 可是都没有穿到 没了 看到没有 瞬间被秒 好家伙 我才悟到这个角色的精髓啊 原来得贯穿着打 所以之前那些头巾啊什么的 我得多拿一点 诶 并且啊 我们把这个按下鼠标时 自动瞄准给打开 这样子就超爽了嘛 就打boss就很爽啊 诶 我有点后悔了 我想把狙击枪给拿回来 好纠结啊 对目前来说狙击枪是好的 但是 后期肯定是土豆发射机好嘛 对吧 就是你后期想要拿土豆发射机 还不一定拿得到 随便搞点吸血吧 就这样30波 30波我试一下手动操作 就走到怪很多的地方 好家伙 一下半条血 我不能手动操作 操作个锤子啊 两下就没了 我一手动操作就不知道夺子弹 我一直在找鼠标在哪里啊 看半天看不到 诶 这个角色还真的是有操作的耶 就是你要找到小怪跟boss的那个直线啊 你走到这边给他穿过去 你伤害就很高 刚才这个穿过去 我看到有一次打了5万多的伤害啊 而且之前头巾我都没有拿 头巾拿的越多 他穿的目标越多 就你从屏幕这边穿到这一边 可能一下就可以把boss给秒了 嗯 这个角色还是不错的耶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但是有一些角色我真的看不懂啊 像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只加了40的幸运啊 那行吧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啊 那这也是阿西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